歡迎各位我是葉兆希 今集講的就是應音 我們所講應音可能大家會覺得 就是譜上面有些什麼音 我們看到那個音我們在樂器 在小提琴上面拉到那個音 這樣為之應音 我想講這個是應音的最表面那一層 但是音樂不是用眼的 音樂其實跟眼是沒有關係的 眼主要是用來看譜 原來認音呢 最少是有四種方法 你在這四樣東西裡面 你都要認到音 眼看譜 然後在意樂器上面彈奏 或者拉奏 這個是第一步 但是第二步就是 我們有沒有用耳去認音呢 我們又有沒有用感覺 用觸覺去認音呢 第四樣就是我們有沒有用心去認音呢 我覺得這四樣東西是一樣那麼重要 很多時候我們只是強調第一樣 我們甚至不知道原來 用手可以認音的嗎 我們知道聽覺我們要認音 我們以為用聽覺去認音 就等於absolute pitch 你沒有absolute pitch的話 你沒有絕對音感 即使別人唱或彈一個音 你就很自然說不出那個是什麼音 錯 你不知道有這一樣東西存在 那你就會覺得 這東西是天生的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那如果我天生沒有的話 那我就不可以去這樣做了 其實是很錯的想法 我甚至覺得呢 所謂的absolute pitch 你以為我只是跟耳有關 錯 absolute pitch其實是一堆感覺 就是包括我剛才所說的 用眼 用耳 用感覺 用手的感覺 以及用心 是這幾樣東西包在一起 是做到的 absolute pitch不是一種感覺 如果有人跟我說 叫我拉一個 ray出來 可能是 上去跟中心 中心 在下個 我說有這樣的 你看看 我在這時 我立即有感覺 是用一把位 G言一把位 如果是用一把位 那就是 用三手指 我立即有一個 三手指 按下G言 即是小提琴上面 最粗的一個 一條 一條 的感覺 如果要按这个音的时候 我的手腕在哪个位置 我不会只是用三手指按G 因为用三手指按G也有很多可能性 把位是要连一把位三手指G 一把位在哪里 大概是最接近琴头的位置 不会是在琴的肩膀的位置 所有这些都是感觉来的 是帮助我们去加强对音的感觉 如果我们只是单凭用听角去想 我们是很难想的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 最少有五样 到底我们讲D的时候 你唱不唱得到呢 如果你唱得到的话 其实当你这几样的感觉是互通的时候 你对音的感觉就会很强烈 不是我特意想有absolute pitch 而只是在我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无意中发现我原来这些感觉是相通的 如果你问我的话 absolute pitch 我甚至在很小的时候都不知道 这是absolute pitch absolute pitch 就是其中一样可以做到的东西 就是别人弹一个音出来 我能说出那个是什么音 或者如果我想唱某一个音的时候 我马上可以唱到 这是其中absolute pitch做到的东西 但absolute pitch不是单单说这一样东西 absolute pitch是这么多的感觉里面 是一整套感觉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拉大提琴 他就说我不是人人像你这样的 有absolute pitch 是啊 我弹了音出来准不准 他要问我的 但是这些东西不正常的 就是你看到譜的音 你在这里弹出来 譜上的音是寫三手指 他真的用三手指去拉 但是准不准呢 他不是很肯定 他没有用听角去 他没有用听角去 去说给他听 他没有用手的触角去说给他听 对他来说 可能琴可能手擠在这个位置 和擠落一点 是没什么分别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你拉琴 你拉了 其实你拉了四五年 甚至三四年也好 你的手擠在这个位置 能出到什么音 这个关系应该是 越整越明显的 你不会让手这样 然后你移动 只要移动了两厘米 其实两厘米已经很多了 在你未拉之前 你应该知道移动了两厘米 但我想拿到这个音 但我的手在这个位置 你明白吗 我要拉这个音 我的手要在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关系 如果你想拉这个音 但你的手是移动了 移动了 即使你未拉 你应该知道 这个音一定是不会 一定是不准的 一定是会高了 应该有这样的 这样的感觉 你问我这些是否叫 absolute pitch 我也不知道这些是否叫 absolute pitch 这是你对音的感觉 强烈如否的问题 广东话 广东话有六个调 九个音 其实是很多的 英文是没有这一样东西 日文是没有这一样东西 如果我们说 absolute pitch 是这么罕有的一样东西 理论上应该很容易撈乱 但为什么我们不会撈乱呢 无非就是因为我们说得多 我们说一个字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就想到 这个字实际上是怎样写呢 或者这个字 我看到这个字 我脑已经出到这个字的读音 是同一时间 是一整套东西出来的 怎样写读音 是哪一个调 我们不会撈乱的 我们不会分开 我第一步才出这个字 是多少个不画 然后这个笔画 就出哪一个声调 而我要说这个声调的时候 条例应该要在哪里 要用多少气 想的时候要想它多高 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我们不会像外国人那样 要说某个声调 要做某一个手型 去提醒自己 我们不会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会呢 是不是我们因为有absolute pitch 人人都有absolute pitch 你觉得是吗 当然不是 纯粹是你用得多 你又听得多 你又讲得多 其实是这样才通的 你只是听不讲是没有用的 所有的语言都是 你听得多 你讲得多 你听到那个音 你亦都讲得到那个音 那你就通了 那这个就是absolute pitch absolute pitch 不是一样 不是一样那么神奇的 原来懂得说广东话的人 他们其实都懂得absolute pitch 是不是 如果我用这个逻辑去看的话 我们不会撈乱的 我有个很好的日本同事 因为他来到香港 都差不多二十年了 但是他没有花时间去听 去说 他告诉我他到现在 都对很多音 会很容易混淆 他经常觉得广东话很难 如果你不经常去听 你不是多用 那么有什么可能不难呢 就是在他的感觉里面 金马鱼的鱼字 可以变为一个粗口的 他说不到鱼 他不知道为什么 说鱼字 尾总会向上 没有办法的 你又会变得粗口的 没有去掌握 没有去尝试去感觉 那个音的方向 不停地说我做不到 所以如果你说 absolute pitch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不是一样那么神奇的东西 纯粹是感觉之间的互通 我有时都跟我的学生说 如果你有些很好的朋友 可能是小学一年班 我不知道 可能叫做David才算 David 如果你和他很好的朋友 你是不是一瞎一瞎一瞎 你已经想起很多 关于David的东西 你瞎一瞎一瞎 你就知道 David平时在班房里面 坐哪个位置 他最喜欢做的是什么 他喜欢吃的是什么 他的声音是怎么样 他有没有什么口头禅 你如果知道他口头禅 如果叫你学这个David的说话方式 你学得到 或者没有说David 可能是某个先生 他有什么搞笑的东西 他穿什么衣服 他喜欢色的配搭是怎么样 难道这些我又说是 absolute pitch 只不过你对那个人的感觉很强烈 你就可以想起他很多的东西 你甚至可以学起他 我觉得如果你对一首歌 一个旋律 某些音符 你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那就可以了 你说我这个东西是否天生 有什么样会天生的 你有多喜欢 就是眼睛去认音 然后按这个音出来 然后手的位置 这个触角去认音 听角去认音 这个是被动的 我们只是接收而已 而能够去创造 主动去做一些漂亮的音 只能够用口唱 或者如果我们是拉小提琴 我们右手手腕 如何控制力 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多唱的话 你久而久之 就知道 为什么我拉出来的东西 和我唱的东西 原来有这么大分别 你不会让自己很有感情地唱 但是很生硬地去拉 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 你总会有一天觉得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所以今次这条片 我就是想用一个 不是很科学 纯粹是我自己 思考 想出来 得出来 关于认音的这件事 认音不只是眼睛去认音 很简单 是有好几样的感觉 是帮助我们的 玩乐器的乐手 不管是小提琴 还是钢琴 甚至是 percussion 的乐器 也好 看看会不会可以 在玩这件乐器的途中 练一下其他的感觉 可能你是 玩bass drum 到底你唱这个节奏 和你打bass drum 到底会有什么不同 你如果很aware 你如何唱 对你打bass drum 会不会有什么用处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我觉得如果能够训练 不同的感觉 对音乐者来说 是有百利 没有一害的